由北京则新营业独家出品的中国首部校园灵异恐怖片《校园诡异事件》 7月9日在今举行了盛大的全球手印领 导演观尔携赵一欢 王一 孔千千等一众主窗齐齐亮相 该片是导演观尔继笔弦惊魂后 指导的又一孔不利作 对自己的新作 导演观尔信心满满 只言观众看后如果不满意 可随时退票 是可以给他退票 这个问题不大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 他就好像做菜的一个大厨 如果大厨做出来的菜里头要是掺杂了 比方说有一只苍蝇 或者说甚至是绿头苍蝇 那在这个时候 顾客如果提出来要免单的话 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厨应该是责务旁贷的 虽然这个绿头苍蝇有可能是 他手底下的某个洗菜工造成的 但作为大厨他必须为这个事情负责 扣工钱的还是应该是他 这没辙 主演赵一欢自出道以来 大多以大尺度的微电影博观众眼球 首次出演恐怖片 赵一欢自爆十分害怕 从拿到剧本后 就一直需要经纪人陪同睡觉 然后自己也是第一次接恐怖片 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接 对 然后因为我不太敢看恐怖片 所以第一次接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挑战 我读剧本拿到剧本 定了这个席之后 我就跟我经纪人住在一起了 他就来我家住了 然后一直到拍摄完成之后 他又来我家住了一个礼拜 这样就是为了让我自己没有那么感觉那么恐怖 7月12日 《笑话诡异》事件将正式登陆全国影院 与观众见面 酷驴乐北京报道 谢谢大家